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打开A9one 那么在A9one里边有一个地方有文件上传的功能 这些模块都没有 在缺陷跟踪这里边有一个附件管理模块 这里边可以上传文件 我们提交一些缺陷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截图或者一些日志文件等等 那么这里边可以把这些文件给上传上去 A9one提供了这样一个附件管理的功能 我们先点击某一个缺陷 这个时候附件管理这个功能变成可用 切换到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可以上传一些文件 我们随便选择上传某一个文件 比方说上传这个TXD的文件 上传 没有问题 可以成功的上传 那么这边我们不知道服务器到底允许我们上传什么样类型的文件 不知道 但是现在呢 我来我们来一起做一个尝试 就是上传一个PHP结尾 因为我整个系统呢 其实就是一个PHP的一个系统 那么我如果能够去上传一个PHP文件给服务器 当我在去访问这个文件的时候 是不是意味着呢 就在执行这个PHP代码 大家想一想 我现在上传一个TXD 当我打开的时候 这个TX文件对应的是有一个路径的 这毫无疑问 每一个资源一定会有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呢 打开我就可以看到这个TXD文件 这里边列出来了 我们web测试里面可能会用到的一些工具 那这没有问题 那我现在尝试一下 我给它上传一个PHP 那这个时候我再去访问这个文件的时候 那么是不是对应的 其实相当于就在访问一个PHP页面 这个时候 我的PHP代码里边 如果能够有一些特别的东西 那么去执行 其实就是在执行这个PHP页面了 那我就可以在这个PHP页面里边 作为写一些代码 让它去操作服务器了 理论上来说就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尝试着来上传一个PHP文件 那么PHP文件 PHP里边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函数 叫PHPinfo 我们现在呢 就写一个非常简短的代码 就让它把PHPinfo这个函数调用一下 来看这个服务器能不能正常的处理这个PHP 还是说把它当成一个附件 提示我们查看或者下载 咱们呢 现在进到 随便找一个目录 比方说我们就在这个地盘目录底下 我们去新建一个PHP的文件 比方说就叫hello.php 这个文件呢 内容我们也不需要太多 写一句话就可以了 PHPinfo 调用PHPinfo这个函数 最后呢 这两个是PHP代码的一个开始和结束标签 这里边呢 调用的是PHPinfo的这样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就可以把我 帮我们把服务器段的所有 有关于服务器配置的信息 全部给输出出来 好 我们保存 尝试 因为这只是猜测了 我们尝试着现在把这个文件 上传到服务器那边 好 浏览到地板 hello.php这个文件 打开 上传 我们发现可以成功的上传 证明服务器端呢 没有限制文件类型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直接点这个文件 它就跟其他附件是一样的 点了以后呢 它会获取到这个地址 这是绝对的这个地址 文件上传了以后 我们看到也改名了 按连约日十分秒 对这个文件修改了一个名字 但是这个文件 由于它的特别之处 它是一个.php的文件 所以对于服务器来说 它不会认为 它是一个普通的静态资源 或者是一个文本文件 它认为它就是一个代码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到 服务器端 老老实实的 把phpinfo这个函数 执行的结果 给我们显示出来了 这里面全是服务器端的一些配置信息 证明这个服务器 像我们敞开了一扇大门 我们可以在这个服务器里面畅通无阻 基本上如果做到这一步 我就可以知道 这个服务器就可以完全被我控制了 除了了解这些服务器的基本信息 当然这些信息有的是有价值的 有的不见得都有价值 我们只是来尝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处理php 现在返回过去 证明它没有问题 接下来我们呢 给它来上传另外一个php 测试已经成功了 证明啊 到这边我们已经很有信心了 服务器的这个漏洞大大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上传另外一个php 咱们就叫hello2 然后呢 把内容呢 给它进行一下修改 咱们呢 就不只是让它输出一些信息了 我们让它呢 可以接受用户的输入 php呢 有一个函数叫system 它可以直接执行 咱们的一个系统命令 那就是 比方说是windows操作系统 那执行就是windows命令 如果是在立端式操作系统上 它就可以去执行立端式的命令 但是这个命令 到底该从哪里传过来了 好 这个命令呢 咱们就从客户端的输入当中获得 使用get door下滑线get这个魔法函数 从服务器端的这个UIO参数地址里边获取 比方说参数名称 我们就取名叫cmd 好 我们呢 直接让它去执行 这个 这个get函数 获取到的就是从我们UIO地址里边 也就是说在UIO地址里边 php后边加个问号cmd等于某一个命令 那这个命令呢 就可以通过get来获取 同样的方式啊 如果我们获取的是一个post过来的一个数据 那么这边呢 就把get改成大写的post就可以了 好 这是参数的名称 然后呢 交给Sysm这个函数 去执行获取到的这个命令 好 我们现在呢 来上传一下 hello2.php 上传 也没有问题 好 这个是运行的 我们看的啊 提醒我们报错了 就是呢 没有办法执行一个空的命令 因为呢 这边我们并没有给它传命令参数 所以在这个文件后边加个问号cmd等于后边跟上我们的一个具体的命令 比方说Windows里面最常用的显示目录结构的命令 DIR运行 好 这个时候啊 我们看到 很清楚看到 DIR被当成一个命令执行了 我们显示了当前的目录 是在这个目录底下 这个目录底下呢 有这样的一些文件 这就是我们其实上传的这些附件 那么我们既然可以调用DIR的这个命令 同样的我们应该也可以呢 去调用其他的命令 比方说我们让它呢 后边跟上DIR 我们让它显示地盘目录底下有哪些文件 好地盘 好我们可以看到地盘呢 它显示了有这样一些文件 没有问题 那既然我们可以执行DIR的命令 我们还可以执行哪些命令呢 任何命令都可以了 理论上来说 比方说我们想要关闭电脑 关闭服务器 直接直接下的到 就可以关闭 我们要去格式化服务器的C版 那直接formatC版好 有可能就可以格式化了 但这个我们现在不敢试 对吧 把我的服务器格式化了 这次肯定啊 不需要这么去 去做这么过分的一个操作了 但是如果说 我真的服务器有这样的漏洞 让我利用了 我可以 我一定不会优先考虑去格式化了 因为格式化掉 这些漏洞就表明就不存在了 我一定呢 先去做我想要做的一些事情 等我做完了以后 把该获取的东西获取了 我有可能也不会去格式化它 因为这样一定会引起管理员的一个注意 我呢 做完相应的事情了以后 我可能还把屁股擦得干干净净的 但什么都没发生过 不要引起对方的一个注意 当然了 这就是一些攻击的一些思路 你不能呢 老实上别人很清楚知道 叫嚣对吧 你在攻击它 你在利用它的漏洞 没有这个必要 偷偷摸摸摸做了就可以了 挺坏的啊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有这样一个漏洞 我想去执行什么命令都可以 那我到底能够执行些什么东西 让它能够呢 更好的达到 让我把这些漏洞啊 利用到极致啊 或者达到我特定的一些目的呢 比方说我现在呢 不妨先来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在这个操作系统里边 服务器啊 这边 我去新建一个用户 有了这个用户了以后 那么在需要的时候 我有可能可以通过这个用户呢 直接去访问他 比方说 我新创新创建了一个用户 同时我有知道这个服务器的IP地址 我呢 就可以尝试着用这个用户去访问这个 服务器端的共享目录了 这是一种方式 或者呢 服务器端开了一个远程连接 我就可以通过这个用户名 通过远程桌面的方式登陆进去了 啊 等等 我们都是尝试啊 到底看服务器有没有开这些功能 就大家注意呢 这些东西都没有说完整的一个预案的啊 就是只是说我们呢 知道可以做哪些操作 我们去尝试它 因为不见得每一台服务器都有这些漏洞 或者这些漏洞都完全的暴露给我们 所以只有去试 但我们知道啊 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就可以了 那现在我可以运行一个命令来创建一个用户 我们呢 先看看啊 服务器 因为服务器也在我本地啊 所以这边呢 大家就把这个浏览器理解成一个客户端就可以了 我这台实体电脑呢 就是一个服务器 我们先来看看服务器 目前啊 我的系统里边有哪几个用户 进到我的电脑管理里边啊 看看本地用户和主 我们看到目前有四个用户 我现在呢 调用一个命令 叫做net控格user控格 hello 斜杠add 表明了调用了netuser这个命令 去增加了一个用户 用户名叫hello 我们现在运行它 好 命令成功的运行 这个时候我们回到这个用户列表里边刷新一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边呢 给服务器创建了一个用户叫hello 当然有了这样用户我们可以修改它的密码 然后呢就可以去登录这个系统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 当我们做完了事情以后呢 我们呢 我们呢尽量把屁股擦干净把用户呢 做完了以后再把用户给删掉 这边呢我们来看到 好 用户就被我们删掉了 这是用这个netuser这个命令去创建或者删除用户 那么我们还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比方说我现在呢可以往这个服务器这边去写入一些这个文件去修改一些文件都可以 那么用echo这个命令 比方说我现在echo一个文件叫 这是内容啊 内容我随便输 那么重定向啊 两个大约好重定向到地盘 嗨点txt 回车 好 这个命令运行了以后 我们来看到地盘生成了一个文件 嗨点txt 内容就是我刚才输出的 其实说到这儿 大家就应该知道啊 我一旦服务器存在这样一个文件上传的漏洞 我上传了这样一个可执行的文件以后 我可以做任何通过命令可以完成的事情 那么这样呢 也大家也不难理解啊 经常听说的某些网站的主页被篡改 我其实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去修改他的主页 他主页默认是index.什么什么index.htmail或者index.phpasp都可以 我呢 直接给他重新输入一道内容 把他呢 从保存到这个 他的默认首页的这个文件里边 这样到别的用户一看 打开这个首页一看啊 原来是我修改过的内容 方法就是这样 都可以做到 所以啊 这是这样的文件上传的漏洞呢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基本上呢 我就可以完全 应该说啊 不是基本上 应该是说百分之百的确定 我就可以完全的控制这台服务器 管理员能做什么事情 我基本上呢 也能做什么事情 好 回到咱们这个刚才的利劳工的这个文件 hello2.php 这个文件呢 里边的这一句话啊 我们把它叫做 其实就是一个木马程序啊 注意 木马呢 在大家的概念当中可能是啊 很 很复杂 或者说呢 很有技术含量的一个东西 那事实上呢 这本身也是一个木马 我通过这段代码就相当于像服务器端放置了一个后台的一个后门 那就是一个木马 我需要用它的时候呢 去执行它就行了 不需要用它的时候呢 它也可以安安静地躺在那 那所以呢 这个就是木马 一句话的木马 木马又简单的又复杂的 我们这个呢 当然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木马 但是呢 虽然它非常简单 但是它可以做几乎所有事情 所以从这个角度啊 我们也能够理解 比方说我们前面给大家讲一些 有可能啊 一些程序员人为的一些这个失误 导致呢 这个服务器端莫名其妙地多了一个后门 或者说呢 他们有意地放置了一个后门 如果我在不经意的一个地方就放了这么一句话 如果没有做很深入的一个代码评审 或者说呢代码走查 我们肯定是很难发现这样一个问题的 就放了一个后门 放在这儿 平常我也不用 比方说有一天老板把我给得罪了 该给我加工资不加 我就用一下这个后门玩一下 都是可以的 放在那边就行了 也没人管 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就前轻秒淡写的放这么一句话 放在哪儿就可以了 很夸张 但是呢 这就是具体实实在在的一个漏洞 文件上传的漏洞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避免这样的问题呢 那我们一方面知道怎么去发现这些漏洞 并且利用这些漏洞 那同时呢 我们也知道 毕竟我们呢 做测试的时候 最终还是希望和团队一起来 把这些问题 把这些漏洞给堵住 那怎么样来避免这个问题 有两个层面的方法 第一个 文件上传的过滤 就文件上传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一定要对文件的类型进行过滤 好 这个过滤呢 同样的 又跟程序员有关 第一种过滤方式是通过后缀名 这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一种过滤方式 而且呢 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一种方式 单纯通过后缀名 我们来判断一个文件类型 通常情况下来说没有问题 TX文件就是一个文本文件 PDF文件就是一个PDF文件 MP3文件就是一个MP3 点MP3后缀根的一定就是一个音乐文件 但是文件后缀名 它只是一个标识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比方说在这边 hello2.php 我也可以把它改成一个MP3文件 难道它就变成一个MP3了吗 很显然不可能 只是它的名称叫MP3而已 它的实质还是一个PHP的纯文本文件 但是它名称叫MP3 后缀名叫MP3 如果单纯通过这个后缀名来判断的话呢 我们就认为它就是一个MP3文件 那这种呢 也是非常有问题的 我可以装啊 比方说我是一个就是一个可运行的EXE的程序 我把后缀名改成这个DOC改成这个IR都可以 那么再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再想办法把这个文件名再改回来 就上传上去了以后绕开了这个后缀名的验证以后 我再想办法把它改回来 同样也可以达到目的 所以呢 这是一种非常不可取 但是呢 代码逻辑非常简单 就获取到文件的后缀 判断一下就可以了 无论怎么样 最起码我们有了一个基本的过滤了 最起码可以去判断它的根据后缀名来判断它的文件类型 那么最必要的呢是通过二进制来判断文件类型 就首先我们把这个文件的二进制给获取到 然后呢通过二进制来判断文件类型 比方说是一张图片或者一个MP3的文件 当然存文本文件不存在二进制的问题 它就是一种标准的ASK码文件 比方说MP3呀或者PDF啊 Word呀 压缩包啊 这些图片呢 这些都是属于纯粹的二进制的文件 好 那么这些二进制的文件呢 咱们可以通过它的文件的头和文件的结尾 能够获取到一些文件的类型 包括像MP3文件 我们可以通过它的一个关键的属性 获取到它是否是一个有效的MP3的文件类型 都是可以做到的 那么只不过这个判断呢 相对来说要复杂一点 但是技术上也是没有问题的 都是可以做到的 这是文件上传的时候 我们也要过滤 只允许用户上传相应的类型 我们服务器端页也只接受 我们指定的一些类型 同时呢 不能够接受一些可执行的程序 脚本也好 EXE也好 BAT的这种批处理也好 都不允许接受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咱们修改 如果是ASP IS或者说这个TOMCAT GHP这些 同样的啊 修改我们的服务器和新参数 禁止 禁止我们的这个脚本引擎 运行系统命令 禁止它运行 那么一旦设置修改参数 禁止它运行了以后 我们在这边即使输入了一些命令 但是呢 一定这些命令是没有办法被运行的 因为呢系统把它给禁用掉了 比方说这个针对PHP的这个配置文件 我们呢也可以去修改它 让它呢禁用这个命令 咱们啊可以来看一看啊 怎么来修改它 咱们呢直接打开这个PHP.II的这个文件 在这里下一个PHP.II的核心配置参数 然后呢咱们去查找 DSABLE 下滑线 好 这边呢就有个DSABLE放个写 表示要禁用的功能 如果我们要禁用System的话呢 那直接加上System 这个函数 好 这样呢相当于我们就把System这个函数给禁用了 修改了核心参数以后咱们记得呢去重新启动一下这个Apache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啊发问这个命令好我们就可以看到System这个函数呢已经被禁用了这样就即使我们这个文件上传过去了 但是呢服务器端是不允许我们运行这个函数也可以达到目的 OK 所以关于这个文件上传的漏洞啊咱们一方面要引起重视 一旦开了口子啊 它的问题很严重 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它的解决方案 好 这节课呢咱们就先到这儿 hola 2 6 8 10 10